匾额要跟我们副总统来合照 台湾体育总会理事长交接典礼现场 副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 并颁发匾额祝贺 在行政院长任内投入近百亿元预算 充实全国运动场域的设备器材 并提出10年64亿元的优秀体育选手培育计划 赖清德特别感谢前国策顾问郑景周 在八年理事长任内举办全国大建轴等多项大型活动 对推动全民体育贡献良多 也相信接任的屏东县小英之友会会长汪辉 在既有基础上可以让国民体育更上一层楼 再次用这点掌声来感谢政治党政治党 体育的老兵 为体育的贡献可以说是竭尽所能竭尽心理 另外我们也要肯定我们汪辉汪里市长 今天我们很清楚 为什么前立法院苏家全苏院长会亲自出席 今天的这个盛会呢 原因是汪辉市长是屏东 屏东体育界长年来努力的建下 包括前立法院长苏家全 立法委员蔡世英 许淑华 陈雪生 及旧市长刘悠昌等人都出席交接典礼 郑景周特别感谢汪辉一上任就赞助300万元的体育基金 汪辉也表示会在郑景周奠定的良好基础上 让台湾体育总会好还要更好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新的理事长汪辉是来自屏东县 也曾经是屏东县的商业会体育会理事长 我们请他大力来支持我们这个台湾体育总会 而且台湾体育总会是在全国各县市 22个县市的体育会来组成的 而且我们王理事长非常的当写 马上就赞助300万的体育基金 让我们来发展体育 我们希望王理事长能带领台湾的体育越好 在我们郑理事长领导一项 奠定非常好的基础 据调查显示 全台体育参与比例高达80% 而国人每周至少运动三次 每次运动30分钟的比例也有33% 显示在政府与民间共同努力下 国民运动风气逐年提升 对维护国民健康与民心士气的凝聚 都有很大的效果 记者张启辰 季后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